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京夏北泽地区 它是距离车站大概七分钟的距离 夏北泽的Master Hotel 今天夏北泽的是去年年中的时候才新开的 那你觉得这些旅馆怎么样 我蛮喜欢这间饭店的 因为它一楼就有一个很可爱的咖啡 然后一楼还有一个可爱的小酒吧 它每一个楼层都还有微波炉 然后也有投币机 我觉得就是在生活需求方面 它做的算是非常的精善精美 再来就是我们当初选这旅馆的时候 其实就有发现 就是他们其实对于环境保护 还蛮有意识的 他们是不提供牙刷跟牙膏 这种一次性的抛弃式用品 旅馆比较建议你自己带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那其实在一楼的柜台也可以买 那再来的话第二点是 他们不会每天来做客房的打扫 这间旅馆它就是每四天 会做一次清洁打扫 但如果你有垃圾需要丢 或是你浴巾需要换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门口 那每天还是会有人来收 但如果你真的需要 就是更进一步的整理 一样你可以预约 然后好像付费只要 我记得是不是五百块Ruby就可以了 好像是五百块Ruby 对对对 然后我还很喜欢一点 就是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看电视 然后这个房间 它真的也没有电视机耶 但是它竟然有黑胶唱片 就是黑胶这一点是真的还蛮酷的 因为它一楼柜台旁边 就有一区是放满黑胶唱片在那边的 那后来看了一下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是跟很有名的一个黑胶唱片行 Jesse Sport合作 我很喜欢黑胶唱片给听者的一个温暖的感觉 尤其你在很累逛一整天回去 你再放一个黑胶唱片音乐 你就觉得好像有种回到家的舒适的氛围 一楼的那咖啡厅叫做Sidewalk Cafe 那间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并不是封闭起来只给旅客使用 它是开放的 它是对整个有点像里民中心 我们买咖啡的时候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来 大部分的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像是会有那种妈妈推着婴儿车 跟邻居妈妈聊天 或是也有养狗养宠物的人 他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小聚会 我觉得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在上一次的影片我们有说到 因为我们在Sidewalk 看到了远方很漂亮的富士山 就很想要近距离的再好好的看一次富士山 所以就讨论一下 在后面的时间找一天特别去喝口湖看 因为我们其实大概在四五年前 有去不过喝口湖一次 但那一次是事先安排好的行程 我们去的那天不是超级大晴朗 那种万里无云的天气 所以我们在看富士山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超级清楚的 看到富士山整个样貌的 这一次我们很认真的在观察天气 那有一天我们出门的时候 天气特别好 看了一下 隔天也是一样 就是整个东京跟附近周围的天气都很好 也不会有阴雨的几率 我们就决定 好 明天早上一起床 就要直接冲河口湖看富士山 我们这次做的是从新速出发 然后直达河口湖的特级列车 叫做富士回游 那之前可能都是要到大约站的转车 但现在它是可以直达 时间大概只要一百多分钟就会到了 嗯 这个车是这两三年 才开始的一个新的列车 然后它每天从新速开 是八点半跟九点半都会各有一班车 那如果是周末的话 它会好像是在七点半会加开一班车 大家可以事先预定 那我们因为决定的比较临时 我们是到了车站以后直接去买票 然后它的票价单程的费用是 四千一百三十元日币 然后来回就是八千两百六十元日币 我们自己早到了新速站 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去了解一下路线 都该怎么走啊然后该怎么买票 因为它的确是要花一点时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提早到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买火车便当 对 我超喜欢吃日本的火车便当 其实也不是说日本的 我超喜欢吃火车便当 台铁的那个排骨便当 我也很喜欢便当加火车 这一整套它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旅程的体验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买鸭寿司吗 就是鱼跟饭 对 其实就是寿司 你买的火车便当是不是比较特别 因为每一次我都会想选 不一样的便当来吃 那这一次的话我选的这个叫做生川饭 生川饭其实就是诞生于东京的 一种乡土料理 它有一点像是我们一般会说的那种 渔夫饭它就是在生川的渔民们 他们就是打捞到一些蛤蜊啊 蛤蟆啊或是鸟蛤类的东西 这有用盐或是用酱油去煮成 盖饭上面的酱料 所以这个生川饭的便当 打开来上面就是满满的蛤蜊 口味是有点那种酱油的甜鲜味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觉得日本的便当 很厉害的是 用便当的饭都是冷了 但还是很好吃 我觉得它的米真的很好吃 然后坐在富士机油上 它的那个光影 配合着日本的火车便当 那感觉就很像旅游频道的节目 然后你会向往的感觉 然后那天你真的坐在了火车上面 真的要去一个很梦幻的地方 有点像是满足了小时候 对日本的期待 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坐富士回游去 额口湖的话 记得去城要买左边的车票 因为你坐在左边的时候 富士山会在你的那个窗景 是一栏无理 对因为不然你还要跑到别人的位置上 去看它的富士山 就是要买左边的 对对对对 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们到了河口湖之后 一个富士山长在你面前的那个震撼感 你光是火车上面下来 在月台上就已经可以看到富士山 我现在的语气非常激动 因为当下真的是很感动 又觉得很难怪 日本人会把富士山当作一个日本的圣山 因为我们过去 有去河口湖看富士山的经历 可是那时候只要有一点云啊雾啊 你就看不到上面那一段有白雪覆盖的富士山 就不是很完整 但这一次真的是晴空万里 然后整个富士山是一然无一 反正我很开心 我很激动 我们上一次看富士山那次 其实应该是 就是你求婚的旅程 对对对 我们之后富士回游到了河口湖站以后 其实出来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排队 在车站的地方等着要买巴士的周友券 或是他跟缆车的套票 或是回程的车票这样子 因为我们没有预计要去很多不一样的站点 周友票对我们来说 其实算起来不一定划算 加上其实那个队伍真的排的还蛮长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就直接用手机里面的西瓜卡 然后就是用IC卡B的方式就可以上车了 这样其实相对来说是还蛮方便 其实西瓜卡不只可以用来坐公车 那我们后来去搭那个缆车 他也可以用西瓜卡买票 然后他大概只要搭红线 大概三四个站之后就可以到缆车那一站 他其实在缆车跟游河的那个船 应该是同一站 那就比较像是唯一有设施的两个站 那其他的站比较多的就是 温泉街的旅馆啊 或是什么宝石博物馆 就是还有一个猴子的乐园 超好奇宝石博物馆到底是展什么宝石 但是因为我们那天最终还是没有去看这个宝石博物馆 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就是宝石博物馆里面的宝石是什么 然后缆车的话 它其实那个是跟日本的恐话故事有关 就是有狸猫跟兔子的一个童话故事 所以它那边的设施 包括缆车本身 它都是有狸猫的元素在上面 还有兔子 就是它会有那个大火石 去点燃狸猫 飞着的柴火 很多童话故事小时候听就觉得很可爱 那长大后理解 暴力倾向的童话故事 就觉得 哇这个东西小朋友听得可以吗 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这个故事 然后那个缆车很可爱 就是 上面在连接缆车的地方 它有做了兔子跟狸猫的公仔 然后大家有去做的时候 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排队买那个旧友犬 所以我们等于是第一班公车就上了 直接到坐缆车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前面没有排太多人 所以我们是蛮顺利的买了票 然后直接走上去 然后就可以坐缆车了 对我们那时候还想说 哇怎么都没有来看富士安 富士安不流行了吗 结果等我们看完之后 回来发现排超长排到大马路上 就真的是差了一班车 差超多 超级多 大家真的要早点去看 对 那其实在山上的话 可以做的事不是特别多 但其实也是不需要做这么多的事 当然它有一些小的设施啊 像它有一个荡秋千 是你可以对着富士山荡的 然后当然也会有像那种望远镜啊 或是二楼的灯高的地方 然后上面也有一个 有点像是小吃布 可以买一些热的咖啡啊 或是茶啊 然后坐在那边聊天 然后看看富士山 那我们其实在上面 待了还蛮久的时间 因为我们那时候 然后其实我个人就是很想要就是静静的看着富士山 当然那时候我们有点了一些小吃 它们也是分兔子跟狸猫的团子 哦真的吗 对对对它那个团子是狸猫的 就是酱油口味的是狸猫 哦那兔子口味是什么 欸我不知道因为卖完了 哈哈哈哈 它兔子口味会不会比较好吃啊 哈哈哈哈 对 然后还有那边也可以点热咖啡跟 呃热茶之类的 就是你冷冷的时候喝一杯 然后配个团子 其实还蛮幸福的 嗯很需要那杯热茶 对对对 然后讲到幸福 它那边好像还有祈求缘分 或是它可以丢一个陶瓷的盘子 把它打破 你要穿过一个很像神结的部分 然后就个祈求好运 这个是许愿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有玩 然后运起来不错 所以这次去就没有玩了 已经许过运 嗯很多人在玩 大家大概可以试试看 后来坐了缆车下山以后 我们就在下面附近走一走 那它其实附近有几间那种 卖伴手礼的店 它也有一些当地的特产 然后也有一间比较多人买的 应该就是那个富士山饼干的那间店 所以我们后来就到了附近 就到对面就是游船上船的那个地方 那它湖边就有那种长椅 然后我们就是去便利商店 买了咖啡跟热茶 还有一些小吃 我们就坐在湖边就是静静的看那个 旁边是那个富士山 对我们那天的行程其实就蛮 蛮peaceful的 对对很chill的一个行程 回车站的时候 我们还很幸运 因为那天的天气还是很好 我们看到了金黄色的富士山 因为那个是傍晚的时候 那是夕阳洒在那个富士山上面 所以你会看到富士山从白色 然后开始变成金黄色 然后之后慢慢那个阴影从底部往上延伸 最后整个富士山慢慢消失不见 就是整个过程很精彩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花点时间 就是那边看富士山 嗯 不过这个如果你是从东京一日来回的话 你要先看好时间 因为我们回程是坐五点半的车 刚好那一天东京的日落是大概五点十三分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在上车前 先站在月台上把这一个整个过程看完 嗯 就是不要就是太着迷 然后最后坐过车 那个人就最后住在回口湖站里面 我们到新宿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七点半左右了 然后我们就决定去明治神工站附近 吃一间叫做根式滑丸的寿司 那这间根式滑丸是我们前几天 其实在东京车站就想要吃 结果我们那时候是排超久 嗯 你拿了90号 但是我们现场还在45号 嗯 他那天是说 预计要等90到120分钟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不过他的形式跟那个东京车站的 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 第一个他不是回转寿司 他是点了师傅才会做的利吞寿司 然后再来是他没有中文或英文的menu 他只有全日文的menu 所以好处是的确这间根式滑丸不用排太久的对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看得懂日文 或是写一些简单的日文的话 点菜会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就是 还麻烦你帮我点个菜 那我个人觉得他的 呃 鲑鱼肚 就是Otoro是不是 我们点的应该是Chutoro Chutoro 嗯 Chutoro 好好吃 嗯 对 而且其实他不是很贵 嗯 他价格其实还蛮划算 我们应该是吃了4000块日币 4000块日币 嗯 对 那但是你这样说 这两个人差不多才800块台币 就才800块台币 超级便宜 嗯 就觉得很划算 对 根式滑丸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 好 那这次去东京 其实我找了好几间 我自己想要逛的生活玄武店 那接下来这间是 我很想逛 但是却没有逛到的店 对 那今天结果就没有开 但是我们就去吃了 旁边的拉面店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 旅行的小惊喜吧 就是这次本来并没有特别拍 哪一天要去吃阿福利 但是因为我没有逛到那间店的隔壁 正好就是很多人在排队的阿福利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 还是去吃看看 对 因为那时候还是想说 很冷 然后下雨 然后这间店到底是什么 那么有名 大家都在排 就会看 哦 阿福利 那我们吃阿福利好了 对对对 就排了一下 那你还是点了基本款 对 我还是点了基本款 因为很久没有吃的阿福利 所以你快忘记它幼子盐拉面 到底是什么味道了 我这次点的也是幼子盐 那我点的是詹面 我这次是故意家暴 我只要看到了什么笋干 唐心蛋 葱 替育 全部点一轮 对 我想要那个拉面是极为澎湃 那你最喜欢它哪一个配料 笋干 笋干好吃 对 然后配它的唐心蛋 我觉得日本拉面的唐心蛋都很厉害 就是它外面已经是凝固 然后入味 然后切开来以后 里面就是那种半流不流的状态 所以我最喜欢你的蛋的心态 那其实在表参道上 大家应该都对于表参道Hills这一栋楼很有印象 但其实我们更喜欢去的是在它对面的这个GYRE这一栋楼 GYRE的话里面有些还喜欢Vismin 然后春秋宝林的康德嘎中 然后Majola Majola 对对对对 这次来就是除了想要看一个日本设计师品牌 就是CFCL 还有楼上的Momashop 跟地下一楼的这个居家选物店 我们逛完楼上的服装店之后 我们就是去逛V1的选货店 要不要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选货店有什么特别的 那地下一楼的话呢 它其实有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单一品牌HAY 有在关注居家的人 应该对于这个单卖品牌都不会很陌生 其实它在前几年也跟 像IKEA也有做过一些合作的联名 那HAY的特色就是 它的东西非常的简单 简约 又有很高的实用性 但是它会有点像服装的概念 它会用很多当年或是当季的主题色 去做一个collection的堆叠 那我就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是 居家然后slashfashion的这个collection的概念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这个selectshop 其实除了有一大部分是HAY的专卖品以外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会是很多设计师的单品 我觉得像这样的选物店跟中川正七 逛起来不太一样 它是让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一个自己的小角落 那这个角落就会是看这个设计师 他擅长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去搭配一些旁边的陈列啊 Display跟一些氛围感的东西 以旅行的人来说你就可以很快的在逛这间店的时候就看到 哦你喜欢的这几个设计师他们经典走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他们新推出的单品有哪一些 那我觉得就是整体逛起来会让人觉得还蛮舒适的 那我个人很喜欢就是中暮黑的 从车站出来有一个暮黑川 如果那个时候樱花季 樱花会随着风飘落在河面 超美 那中暮黑除了就是美景之外 它那边也算是文青小物跟文青品牌一个集散地 那边还有一个大家去美道必逛的YLDK 嗯YLDK其实就是我在好多年前就开始follow的一间店 它其实不是在那个河的那个主干道上面 它是在隔壁的一条巷子里面 那它取名的方式就是用日本他们房屋去分格局的 像我们喜欢说什么两房一厅嘛 三房一室 那YLDK就是一个living一个dining一个kitchen 它其实有两间店 一间比较小的是专门卖服装的 那对面有一间比较大的 它叫做1LDK Apartment Apartment这一间的话 之前是有比较多的生活玄武 那我这次来就发现 其实它生活玄武的东西有减少 那更多的是引进了更多设计师的品牌的服饰 嗯它像是还有瑞士的昂袍的球鞋 然后还有很多的日本的服饰品牌 还有它自己也出了1LDK自制的服饰品牌 那我觉得它的服饰品牌 做的就是比较简约 然后扩型 如果大家就比较喜欢这种日系 然后偏中性一点点风格的服装 然后也喜欢这种质感比较好的小物 像是袜子啊 或是手套啊 或是帽子 那其实在这边我觉得都可以找得到 后来逛完YLDK 我们朋友就带我去吃一间烧鸟店 嗯这间叫做烧鸟筑铁 我觉得它应该是我在日本吃过最好吃的串烧店 对而且它其实它外形非常的时髦 因为这家店它用了很多的雪松木 锈钢跟玻璃 然后去做它的装潢设计 而且店里采用的是半开放式的空间 跟我们印象中很多的商量店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其实我们在里面吃的时候就有看到旁边大部分都是那种 感觉打扮的比较欧夏雷的日本上班族在跟同事或是朋友在聚会 因为这间店它的特色是九州宫崎的地鸡料理 可能因为朋友帮我们事先预定的是一整套的套餐 所以我们吃到还蛮多之前没有吃过的东西 你自己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道 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鸡肉丸子是吧 就是它可以沾那个生食期的蛋黄 我觉得那个超级好吃 就是它那个蛋液配合它里面的那个鸡肉 然后Q弹的口感好好吃哦 那你喜欢吃哪一个 因为其实鸡肉丸加蛋这件事情到处都是 对但是它那间真的是不一样 我觉得是它的鸡肉丸里面的软骨跟鸡肉的比例抓得特别好 所以其实你吃起来的那个口感会很鲜明的 就是有很滑嫩的蛋黄 然后又有脆度很够的鸡软骨 所以整个咀嚼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好吃 嗯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整个的气氛 有一种很自由很开心的感觉 很适合跟朋友一起吃的一个餐厅 嗯真的很适合 除了鸡肉丸子你喜欢吃哪一道料理 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那个Ceseri 应该就是那个鸡脖子上面的肉 拔起来的小小的 然后把它串成一个鸡肉串 我觉得它那一道比我在其他串烧店吃到的那个口感都更Q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地鸡的关系 但是它烤的就是刚刚好外面有一点脆脆 里面还是饱有汁水 然后吃起来又很Q弹的 那一道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这间店我们下一次如果还有再去东京 绝对绝对会再想去一次的店 嗯想完就是对 我想要再去吃东京 那我们这次东京的旅程大概就介绍到这边 这次就精选出我们觉得特别喜欢或是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地方 那如果对于店铺啊或者是住宿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到 We are太太的Instagram 跟她就是聊聊天哦 然后最后就是如果大家有想看我日本购物的开箱的话 麻烦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人数够多的话我会拍开箱影片给大家看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大家再见 那拜拜拜拜 拜拜